头被你打爆炸 啊 配偶这边的话也是有了点小接触啊 进点一个人 算了吧 给个投资物撤吧 他不想接 他要走 他不是个软玉米啊 这个是个烘干锅的玉米粒 完了 那这个牙还是 好久没有看到了 Action 是吧 高光了 好久好久了 鸭皮 你呢 诶 这不是报仇吧 是呀 这能放过他这个小妻子 一开ID 我懂了 必须要打 随便抽 队友在右边的高点 前段时间 Azura说去呆过去 车辆打滑 滑到了马路上 是的 实在不行 要不然现在圈面挂一下吧 圈里面挤不进去了 轮胎还受损了 压毙被打倒 这车已经很难保了 Pero 很难受 这个地方是被滞留了 分是最好的结果了 还是 还是想 想要进圈 这个位置其实也很危险 是个低点 先跟队友会合 他要过来打天妹吗 但远处还有枪线 这边 要反制吗 但这个角度再往前推 PP能打到了 哇 这一差 很 很神奇 这个位置得要等到 屁股后面的队伍走了之后 能待 你的单向掩体 利用这辆载具可以防山上 TMA CrizzyR和小海直接被EO给打下来了 直接后来反抓 哇 这波Pero的走位真的是很神奇 但这两分全被BBLK了 对 打工人嘛 非常神奇 这个 反正这个行为就是属于 确实难以想象的一个 这个动向 很有灵性啊 是的 被烧到了 但他的策略就是 利用前面的这些反坡 然后去卡住后面的TMA 是 然后换到一些分数 然后看看后续的话 能不能再往圈里面去进了 PP要来了 嗯 就得把拿好多信息的那种去 哦 777 一颗雷 利维斯 直接是将马云龙给打了下来 直接怀鸣了 怀鸣啊 这波要开出溜了 这波 车胎 后车胎也没了 车速很慢 没地去啊 包也没了 太穷了 这种球是最难受的 就好歹 最好就是四打四能打一波 这个圈确实不好打 对 圈确实不好打 就这场 连个打架的 几乎都没有寻求到的感觉 是的 就这样的圈 谁控三头 就是刚才 刚才我看到了这个圈 我就说 就是属于 它很难很难推 因为它你在推进的过程中 那种高低地形的这个差距啊 是那种优势大到你无法想象的那种 这辆蹦蹦的后轮被打掉了 车速很慢啊 这个爬坡速度很慢 踢 哦 这波 过来薄命了 运作到废子脸上 薄命换了 原来送分了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是的 那黄云蜜还是被发现了 进不来的 这个角度 我们看另外一侧 哦 这一波 Ninja 哇 可以了 没了 很快 抢到了很多分数 T1 真是敢打 只能说真不像费子 嗯 就费子的圈杯我很难想象 跟前几年一比较 他会打成这样 是的 强度确实上来了 T1你看这种队伍 他现在的战斗力比 一两年前那样强多少 是不是 真的 以前T1这种队伍进都进不来 好吧 真的猛 现在就比如说像D1Y D1Y前两年 看能拿到多少信息 这个就要选一个进攻点了 BRU一直想要找机会去清掉这边的人 是的 看一下另外一侧 DIY进点 嗯 这波上周 还是被BBL守了下来 嗯 无理男后面马上贴过来 想要去赚一些便宜 想要劝价 107刚才他是北面一路 现在所有的注意力 应该都是在USG的那个烂尾楼的那个房区 嗯 已经有人先去撞 WC先去撞USG了 USG了 这样的话会给107一个信号 107要等待WC和这个USG的信息 看双方怎么样跳 时间比较紧迫 直接飞到了全边 被打成四悬抬一枪 哎呀 被打掉 然后嵌移发动全身 你下面的位置飞了之后 你上面的队友又慌了 刚才那个飞车的镜头像不像 知名电影ET 那个 是的 是的 在夜晚通过月光 是的 107这边贴过来 速九十直接被放倒 107只剩最后一个小五弟弟了 什么情况啊 又是一个神奇的防区攻防战 实际只剩最后一人 又是USG 实际中了新攻 呃 但这个防区队长还没有打完 包括WC啊 想拉一手队友 怎么说呢 呃 WC和USG两个队伍隔着一堵墙 互相打不起来 然后蓝圈一直赶的时机 必须得往前进 圈架的机会没找到 圈架的机会没找到 是 这波队友直接拉枪过来 背后 C128已经是拖过来了 分数是全部能吃的 打了过点 人是锁定在防区当中 这波穿越射击 插一枪 这波穿越射击 插一枪 呃 全缩的比较 M的射击将 匆匆也放倒了 把匆匆 给补 后续从 西边山头下山的一个问题 一个特意没有打掉 再做一个二次的peak 打掉一个 之后自己吃了一枪头 这个雷扔出去了吗 哦 闪 他胯下好像是有个什么东西 一颗闪 一颗闪 宝贝闪了 哎呦 直接穿烟穿死 漂亮 Purdy Curdy 心态好猛啊 这波 USG 无脑提前枪 美咖 假装插雷 骗对方出来再打提前枪 烧到了 烧到就没了 被刺 这种防区你被烧着之后 你出也不是 不出也不是 是的 因为这个小房间太小了 对 残血啊 被蓝圈追赶 当然 目前北部的战局打得越惨 对于目前存在的这个天路来说 是越好的消息 出不来 抱了位置之后 给一个雷 直接带走 Purdy Curdy 哦 满边出来 LG 整个北边 LG拿到六个淘汰 而且是个满厂必死无疑 没有板架 对于天路来说也算是个很好的机会 对 这个消息已经看到了 嗯 呃 天路主要是这一波扩来以后 车也没带过来 有点尴尬 他们这个山也不好下 对 他右边保了两辆车 在这个蓝白之间 一会儿有没有机会 能回去拿一手 我跟你讲 现在其实你不要太担心 天路赶紧去打 姚记 趁这个机会 江阳一个人在右边盯防 动了 这波信息拿到车是直接往脚底下扎的 很关键 很关键 真的 甚至有机会 道具太多了 我的天 这个无限 我的天 打一个 江阳 打两个 最后不叫打三个 队友呢 一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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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慌 看到闪了 位置确定了 对方得爆人 没问题 江阳这波 保罗也能拿40分 对不对 关键是个顶住压力 我 现在防区的队伍的话呢 在护尬 QM毕竟要进圈 但是从枪线和这个防区地形优势来说的话 EU完胜 我很难想象 那个居然是叫 我是觉得打到现在为止 咱们PCLO的队伍给我们太多惊喜了 这个石头阵的位置不错 这是搞辆车 是的 这是对方带过来的 对 这把天鹿稳着来 有机会 有机会 那么后续对于天鹿用投注的这个概率就不高了 也是一个好的事情 QM被淘汰出绝 场上形成一个4打3 跑位的观察通 是的 想拉到那个废车 哎呀这一波 焦阳也倒了 这个确实是掩体有点拉西 但其实说实话不动 反而更好 因为对方从防去 我也没办法 确实没办法 好的 不过这局刚呢